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好几天没去学校上课了 校方怀疑是不是孩子在家被虐待了或者怎么了 于是就派女主和警察来看一看 可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女主发现翠花竟然把两个孩子关在黑不溜秋的柜子里 这不摆明了就是虐待儿童吗 不过对于女主接下来想让两个孩子出柜的行为 翠花却是疯狂的呐喊着说 No No 你这样会害死他们的 然而翠花的呐喊并没有什么卵用 很快她就被警察给拖走了 来到儿童医院 女主在问问两个孩子时 发现他们手臂上有烫伤 这下女主就更加断定了翠花捏带儿童的事实 虽然两个孩子又主动告诉女主 这烫伤不是他们的妈妈干的 但女主却认为 这肯定是孩子被翠花威胁了 不敢说实话而已 接着女主向两个孩子再三保证 他们现在绝对安全了之后 就直接下班了 时间来到半夜 正在熟睡的大孩子 仿佛收到了什么召唤一样 开始不断的带领着小孩子到处走 然后他俩就遇到了一个鬼新娘挂了 当女主赶到案发现场后 检查告诉女主 俩孩子是被淹死的 而翠花也开始不停的咒骂女主说 自己的孩子都是女主害死的 如果不是女主 让她俩孩子出轨的话 酷女是不可能杀死他们的 虽然此时的女主 并不知道酷女是谁 但是没关系 因为她的儿子很快就知道了 酷女在弄死翠花的俩孩子之后 很明显是又盯上女主家的孩子了 不过女主的儿子 虽然被酷女给一顿吓 但是他却非常的坚强 愣是硬撑着 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女主 第二天 在翠花孩子的葬礼上 女主好奇的 向旁边的神父问起了 关于酷女的故事 神父在告诉女主 说起酷女啊 那就不得不说一下 她美丽的外表了 传说 在墨西哥的一个小村庄里 称了一个姑娘叫小芳 长得好看又善良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辫子还粹又长 后来小芳嫁给了一个 富有的牧场主人 并且为其生了两个孩子 但是好景不长 小芳的老公没过多久 竟然就出轨了 小芳得知真相后 感觉对老公的行为 无以回报 于是为了报复老公 她就狠心淹死了 她和老公最疼爱的两个孩子 至于事后呢 小芳的内心 自然也是非常的后悔 毕竟孩子是无辜的 所以小芳就也跳河自杀了 而且自杀就自杀呗 倘若有怨气 变成了厉鬼 直接去找你的出轨老公 以及肩负不就行了吗 可哭女谁都不找 偏偏就找小孩 看到这里 炮哥实在忍不住 想要批评一下哭女了 大家同样都是做鬼 俗话说的好 冤有头债有主 你恨谁就去找谁啊 自己的孩子被自己淹死了 自己也知道整天哭哭哭的 都变成一个酷女了 那你怎么不想一想 你把别人妈家的孩子 给平脉无故的淹死了 那别人家妈难道就不心疼吗 真是的 连做鬼的最基本素质都没有 这鬼让你做的也太失败了 然而不管怎么说 最后酷女还是找上了女主的女儿 把女主的女儿也一顿下之后 酷女就直接走了 等女主回来之后 这一次她总算发现了 女儿手臂上被烫伤的痕迹了 女主问女儿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女儿则表示 我也想说 可导演不让 我能有什么办法 没有办法 女主只能在半夜时 偷偷暗中观察了起来 只是由于女主实在是太笨了 她观察了半天 也没能看出什么猫腻 最后还是聪明的炮哥 帮女主加了一个强光的特效之后 酷女这台终于藏不住了 主动现身了 当看到酷女这台 从来都不信鬼神的女主 也开始变得不淡定了 她主动找到了被关押的翠花 询问起了关于酷女的故事 然而 此时的翠花 对女主简直就是恨之入骨 她告诉女主 就是她求酷女 去找女主家孩子的 目的就是为了 让酷女还回她自己的孩子 虽然翠花的行为 看起来有点不厚道 但仔细想一想 其实也能理解 于是接下来 女主的儿子和女儿 就开始再次相继 遭到了酷女的攻击 不过 由于酷女 只能在有水的地方行凶 操作起来十分的不方便 结果就导致了 她几番出手都是没能成功 所以这段剧情 也是在告诉我们 家里有钱 也不一定是好事 就像炮哥一样 家里穷得连个浴缸都装不起 更不要说泳池了 如果酷女想要在我家行凶的话 估计水费 她都在帮我颠覆一下才行 好了 言归正传 女主在被酷女 三番五次的扫扰之后 最后实在是撑不住了 就带着孩子跑去教堂 找神父求助了 神父也是很爽快的 就答应了女主的驱魔请求 但唯一的遗憾就是 想要驱魔就必须要通过上级的审批才行 审批时间可能要好几个星期 等审批过了 女主为家差不多也是该挂了 不过后来 神父还是为女主推荐了一位散人驱魔师 阿库 阿库仍如其名 表面一副冷酷无情的样子 可她的内心却是热情似火 在驱魔的过程中 甚至还多次被女主 以及女主的儿子嘲笑 不过索性 阿库之所以帮助女主他们 完全也是看待女主女儿的面子 不然的话 此时的她 估计都想立马掉头走人了 接着 阿库布置好了天罗地网后 哭女很快就现身了 只见 哭女神无那招 去你妈的树之后 就把俩孩子他妈给打飞了 女主被打飞之后 阿库也不帮忙 就眼睁睁的看着两孩子被抓 不过 当儿子被哭女拉至门口时 阿库终于出手了 她用渗水把哭女打出了门外 然后又在女主家周围 撒上了火树种子 这样一来 哭女就无法再进入女主的家了 原来阿库之前的天罗地网 全都是假象 她的目的就是为了 能让隐身在女主家的哭女现身 然后在趁哭女行至门口时 方便赶走她 只是 对于阿库的良苦用心 女主非但不敢计 竟然还大声责怪阿库 把她们当作诱饵 此时阿库的内心是崩溃的 然而 让她更崩溃的是 她好容易用火树种子画了个圈 使哭女进不来 可女主的女儿倒好 为了拿自己落在门外的玩具娃娃 呲愣一下 就把火树种子防线给弄破了 结果 女儿被哭女强行拖走 差点给淹死在了泳池里 最后 是多亏阿库 施法把泳池水变成了圣水 才勉强赶走了哭女 不过 哭女虽然走了 摇了摸一样 主动去找哭女 目前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 要把孩子关进柜子里 才能保命 都说风水轮流转 这次女主总算体会到了 之前翠花的感受了 而且说翠花 翠花就到 被调查无罪释放的翠花 拿了把枪 就开始像女主之前一样 在女主家捣乱了起来 可怜的阿库 为了保护女主一家 竟然还被翠花给打了一枪 然而 阿库虽然中了枪 但却没有一个人关心她的死活 甚至 阿库还要继续身负重伤的 帮助女主一家 涌斗哭女 可能是被阿库的精神所感动 也可能是看 女主的孩子比较可怜 吹花后来 就决定不在女主家捣乱了 于是 没过一会儿 女主就和阿库联手 分分钟就把哭女 给超度的灰飞烟灭了 不过 当阿库走后 她却不知道 在女主的家门前 竟然还有着一滩 意义不明的积水 此时在象征着 哭女其实只是在 暂避风芒而已 最后电影结束 然而看完本片之后 我想说的是 这家门可不像好人呢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别忘了关注 或者订阅一下我